最近有两部电影作品要上 一个是《28岁》 《未成年》 还有一个《百度人》 我们要支持他 《百度人》现在火了一大火多 为什么这么拼 你们俩说说 我觉得首先是热爱这个职业 然后希望自己不要落后 我就可能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比较要强 喜欢这个职业当然有更多的 像刚刚姐姐说的那个要强 就是说别人越说你做不了的事情 就越想做 何必呢 有句话说的好吗 世上无难事 只要很放弃 大正为你其实也挺好强的 今天录完节目之后 马上就要飞回北京 然后大后天又有活动 然后又飞回长沙继续录节目 你这么好强干嘛呢 我是为了大家 为了大家 不是 因为大家电视上看不见我 着急耗出点头发 我说大正为你还不出来提火了 然后就是那种 我为了大家生活得更好一些 我就要多拼命一些 是这样 王一博 一博也挺努力的 一博特别的努力 是是是 所以录完节目就回北京也要拍戏 对 跟乔恩啊 跟那个董大伟啊 还有大伟 那个戏啊 是因为他心里总是想最后一博吗 对 一博 单车变摩托 摩托 你们那个有什么什么什么 你让我们查找人知道 马漂亮我们就习惯叫他马漂亮 马漂亮 你觉得女孩子要活得漂亮 要拥有什么 我的想法啊 啊 什么 什么有什么 有有有 对对对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女孩如果想活得漂亮的话 应该有一个好的男孩疼他 像汪涵哥一样好的老公疼他 除了有男人疼之外 还是自己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 马漂亮是为了自己的漂亮 从来不含糊呀 你是怎么要求自己的 首先我要做到心里美 我要乐观 相由心生 对 所以你看我会自己 没事偷渣 不开心的笑 用一种特别简单的方法 还有一点 如果真的能遇到一个 像一星这样的男朋友 我想我会更漂亮 所以像一星像马苏这样 拿生命再拼命工作 努力生活的人 其实像年轻的朋友 因为80后90后嘛 其实都很容易忽视自己的健康 没错 我问一个问题啊 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体检 是什么时候 我应该是在上个月就还做过体检 好 一星 你最近的一次体检 你别告诉我 你是在三医院屈身的那一次 检查了这样吗 全身体检 全身 没有没有 正经没有 我 像这种中年的 人到中年 四十好几了 一天检一次 每天都在体检 我这是住在ICU病房啊这是 一天检一次 那多久检一次 差不多一年两次 半年一次 上半年一次 应该是这样啊 下半年一次 其实我们为了让拼命的他们更好的工作 我们今天啊 特别有心的 请到了高精尖的医疗团队 好